2018年已接近尾声,回首这一年,你是否留意过自己最常挂在嘴边的是哪些词语呢? 此前,姚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《2018十大流行语》,其中不少词语都跟2018年的热点新闻事件有关。 2018年国庆期间,支付宝官方微博开展了一个抽奖活动,从转发此条抽奖微博者中抽奖,抽中的人为中国景理。 该条微博吸引了上百万字的转发,网络上也掀起了转发景理的热潮。 2018年5月,一段上海民警在街头执法的视频在网上走红。 视频中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,被认为是无可挑剔,具有教科书士的规范性,被网民称为教科书士执法。 教科书士也因此流传开来。 2018年10月16日,演员赵丽颖与冯绍峰同时在微博上发布官宣,公布二人结婚喜讯。 官宣体因此迅速走红,当天中兴网和人民网的官方微博也调皮了一把,双方同时发布官宣,并向对方发示爱心。 除了上述这些词,确认过眼神,退群,佛系,杠金等词语也入选了2018十大流行语。 官宣,景礼,偶像元年,然后C位出道,祝我这次期末考试是最大的景礼。 真香,然后土味情话,大猪蹄子,然后内容引起舒适。 佛系三连都行,可以,没关系。 命运共同体,还有经历,还有真香。 我今天肯定不打游戏,然后晚上,等,等,等,真香。 杠金,有佛系,有家里有矿。 哎,你是不是家里有矿啊? 有人间不止的,佛系青年,真香,晃得一批凉凉。 考试周要来了,我晃得一批。 冲鸭,还有真香,还有wefine的scare。 我常用的是,我晕,我晕今天好冷。 2018年的这些流行语,也折射出我们在2018年留下的种种精彩的瞬间。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,又会有哪些兴趣有趣的词语流行起来呢?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 感谢观看。